大家好,大家好,今天是4月28號星期二 昨天這個時候告訴大家時候 外頭還是黑壓壓的看不到太陽 但是你看到目前我們台北市的即時影像 已經有一些陽光透出來了 今天的天氣比昨天會來得更好 雨是當然會比較少一點,水氣會更少了 不過在溫度方面,日夜溫差算是蠻大的 那麼今天雖然是雲層少的關係 但是就是輻射冷卻比較強 因此在清晨的時候 北台灣算是全台灣溫度最低的 低溫大概是在18度左右 不過因為地形還有一些地域的關係 但是還有其他地方溫度更低 比方說像今天的新北市的雙溪 最低溫5點的時候來到了14度 所以今天的日夜溫差蠻大的 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好,要出門上班上課 來看一下目前戶外的即時溫度了 目前北部是20度 算是多雲,晴天的天氣 目前中部跟南部算是陰天 不過待會白天太陽就會出來了 目前中部是20.7度 南部是25.7度 很快上升到會29-30度 東部地區陰天來到了是20度 那麼在外島部分 馬祖稍微低點 目前的溫度是16度 那麼金門是20.2度 澎湖則是22.3度了 就來看到接下來的三天的衛星雲圖了 主要你看到 雖然還有一陣封面從台灣這邊經過 不過它是不是高雲層了 所以對台灣的水氣不是很大 不過目前還是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溫度稍微會往下降一點點 但現在又說的是地形雨的關係 所以地形的影響 東半部還是會有一些雨 而在中午過後 中南部還要發生一些熱對流的情況之下 因此在中部的山區 還有南部地區 還是會下一點點的局部短暫雨 那麼在淫封面的地方 像是東北部 還有東部地方 也是會下一些零星的短暫雨 那麼這個雨勢跟昨天比起來的話 相對來講 當然是不是很大的 是比較零星一點點的 好 就來看到三日走勢圖了 今天已經告訴大家了 是這個禮拜來講 溫度稍微最低的一天 那麼在北部平均的是18度 其他地方大概是20-19度左右 不過高溫一旦白天出來之後 太陽起來了 因此北部的高溫可以來到26度 其他中南部還可以來到29-30度 都不是問題 特別注意的是日夜溫差比較大 那麼到了禮拜三禮拜四 是這一個禮拜天最穩的情況了 這樣的溫度 白天的平均高溫像30-31度都不是問題 因此很像夏天一樣 同時在禮拜三禮拜四 但是水氣又更少了 只有山區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再來看今天的關鍵字了 好 主要就是因為 東北季風還是有一點點強度 所以日夜溫差比較大一點點 同時也是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像是台南以北還有東南部 東南部也包含了像是蘭嶼 還有綠島以及恆春半島 外島金門澎湖馬祖 今天這些沿海地方 都有會缺到九級強震風的機會 因此在沿海地區的觀眾朋友 還有海上作業船隻 需要特別注意了 以上就是這一集氣象